1. 地球海洋之魅,一望无际的海洋,地波翻滚,让人迷恋而又迷惑,这么多的海水究竟从何而来? 辽阔的海洋占有地球表面近四分之三的面积,地球总水量96.5%是海水。 可见,海水是地球水的主体,那么,海水是从哪里来的? 海水中为什么含有盐?今后海水是否会越来越咸? 起初,科学家们坚信,海水是地球固有的,它们开始以结构水,结构水等形式,住存在矿物和岩石之中,以后,随着地球的不断演化,它们便从矿物,岩石中释放海水,从何而来自2000多年来? 阿克拉提斯的传说,一直吸引着西方世界,相传,它是一个富裕的岛国,知名生活优越,后来在一夜间被海浪淹没,由于希腊哲学家伯拉图,记述了阿克拉提斯的兴衰, 道致后人出版了《月2000》本与此有关的著作,还有许多人耗费了不知多少时间进行调查研究,但尚无证据证明而失落的大洲之谜出来,成为海水的来源。 然而,一些科学家却有不同看法,他们认为,这些畜生水就是从地面渗入的,现在兴起的天体地质研究表明,在地球的近邻中,无论是距太阳最近的金星、水星,还是距太阳更远一些的火星,都是贫水的, 唯有地球得天赌后,拥有如此大量的水,所有这些,都让科学家被感奇怪,纷纷探讨地球水的真正来源,其实,所有这些观点还都是猜测,离真正揭开地球水源真迷的日子还很遥远。 二,恐怖骷髅头洞穴,位于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坎夫里亚军,曾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,当你站在洞穴口测着头观察,就发现一个恐惧的骷髅头冲着你打招呼。 三华座中的上帝之连,各名为神圣经文和绘画之近世界基金会的组织宣称,他们必用镜子在意大利招民艺术大师达奔奇的一线志谋作品中,把现隐藏有圣经人物头像和祖教诸号,似乎难归载之谜。 在香港造计西南三市宇宫里的祥林铺针前广洞春境内,有一座神秘之山,鬼仔岭,整个石像群成像的年代,大赤士战活到藏在,跨越时空于千年,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,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石像极致于此? 他们的作用是什么?众多疑问引起了国内首科技专家,学者的极大关注,这些石像在清朝中叶以前就文字记载,不说诅咒宝石之美,英国自然立是博物馆中,收藏着一块罕见的印度宝石,然而六十年来,这块宝石却一直被锁在博物馆的柜子中,因为剧车这块宝石携带诅,它的多论主人都在那连连, 甚至塗造恨火,立任主人,连高厄运,人家运和近视而复得,在博物馆中尘封六十多年,列福州鬼屋恐怖怪生之谜,福州敏侯平平相识阳村,村民小郑家的房子,从去年四月开始,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,它不分白天,黑夜响起,更让郑家人恐慌的是,原来家里所养的一条狗,似乎会预测怪生, 每次怪生出现前,狗都会打叫,然后非常害怕的躲起来,而最终,这条狗却莫名其妙的死掉了,怪生究竟来自哪里,又如何产生,七夜狼捕活,称与夜狼自大,至人皆知,那么夜狼在哪儿,夜狼从春秋至汉昭帝国灭,立活有六百余年,夜狼活首府究竟在哪里, 司马坚持近西南一列转称,西南一军长以神术,夜狼最大,战国时代,夜狼是雄巨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军长国,由于史料有限,导致今天中枢纷纭的场面, 把最古老蛋去国外媒体报道,考古学家在异项线的研究中,发现了一个年代久远的蛋,清晰可见一堆杂乱的骨还相见其中,根据进一步的确认,科学家认为,这是今天发现的最古老的一个爬行动物胚胎,这个最古老的大卫鱼拉圭,去见大约2.81年,有诡异佛像之谜,在汪川地震中,北川一个庙里竟有这种诡异现象, 整个庙都倒塌了,旁边剩下的这个葡萄像,居然毫发为伤,这件困意事件,事后让人们对此现象迷惑不解,是郭亮隧道之谜,它被人经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,位于河南看航山区,此隧道开有三十多个窗户,从窗户往下看,便是万丈深人,最重要的是,这条隧道诞生是个现代版女工离山的故事, 郭亮人没有用任何机械,历史五年,硬是在绝壁中一锤一锤,早去了,二点绿万地方米十八,十一重庆僵尸男孩,重庆开线的僵尸男孩,书小经常会突然昏倒,手足僵硬,呲牙咧嘴,并发出低吼声,让真要喝血,那动作就如僵尸, 书小吸血事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,医学界期待能够揭开孩子吸血之谜,书小发病时,一旦看到血,他都贪婪的舔着,到底是什么病,让一个孩子在犯病时爱吸血吗? 十二黑色沙滩之谜,在冰岛最南端的维克小镇,有一片神秘的黑沙滩,经常有设置组到这里驱景拍摄,刻画类型的影片,黑沙滩的沙,其实是颗粒状的火山熔岩,这些熔岩和纯粹无杂质,横起一把,满手乌黑,轻轻一抖,黑沙色散,手上缺鲜毫不染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